順勢 壓 吐 手跟肩膀壓比較高 這樣才會把胸肌拉開 胸肌拉開就是你吸氣的時候呢 氣才容易往下腹腳 然後 腳跟翹到膝蓋上面 順勢 壓 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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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至少做六次 吐完然後停住 停氣 把命運轉到一點點 放鬆 然後再翻邊 那這一張的 腳跟要放在後期 手一樣 幾間一條刀 一腳大直 腳被放在後期 然後一樣往側邊拉 這隻手被 指住 壓下去 好 然後這邊的手肘要推在地上 一樣 吐 吐 吐 好 六次 如果你覺得六次 如果你覺得六次不夠 可以要十二次 壓到底 停路 也是 1.2 1.2 1.3 1.4 1.5 1.6 1.7 1.8 1.9 2.1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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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2 1.1 1.1 2.1 把肩甲骨往後拉 出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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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就會拉到你的腰椎 第四椎 拉 六到十二次 最後一次給它拉到這裡最高 然後 肩甲會拉起來 它會停住 只要1.1 1.2 10到1.9 第五椎 腳一樣是給它拉開的 只是手給它放到 伸到兩邊 也是長直這樣 所以小拇指啊 貼在地上 這個時候呢 腳跟剛才稍微點也就可以了 稍微點點 然後 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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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你的腿部要拉高 啾 六次 停住 放開 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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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